哈喽,处女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ane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 从2022年的3月16号到3月31号的 双重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状况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能量呢,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那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双深精心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或日期 训练你的直觉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看一下YouTube经常推播给你哪个星座的影片 我相信里面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在里面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呢 都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的频道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可以协助我继续成长新年频道 OK,好,那今天呢,一样会有这个12星座的开场讯息 那也会有这个平台最新的更新消息 首先呢,也就是呢 如果你是想要询问有关于这个个人咨询 电周大天使门天蜡烛 或者是追踪我的IG订阅电子报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呢 你有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 请记得要在这个小铃铛通知这边呢 记得把它改选为全部通知 或全面通知这个选项,好吗 因为在接下来呢 我即将会有这个企划 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接收到第一手消息 请记得一定要去更改这个设定哦 OK 那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平台更新的消息 也就是呢,在下一次的影片 也就是2022年的4月1号开始 我不会在我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的标题 再放上任何日期的限制 例如说,我之前都会写 比如说3月16号到3月31号 那呢,我个人是觉得呢 因为其实从我一开始拍影片以来 我都有告诉大家 这些讯息都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 有可能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些状况 那呢,为了让新加入的朋友们 比较能够容易去区别 所以我一直都有放这个日期这样子 那我觉得是时候了 我们既然有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灵活运用了 宇宙赋予我们的这个直觉啦 所以呢,从下一次的影片开始 我就不会附上这个日期 我相信你可以用你的直觉 先去看看你的太阳月亮双生金星之后 你也可以按照 你觉得这个标题对我比较有感觉 或这一个影片 我觉得我应该要点进去看 我相信呢,你都可以在一起中 获得你想要的答案,好吗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还需会依照原本的上片时间 每个月的8号、23号台北台湾 台湾台北当地时间 会来进行这个上片的动作 只是就会移掉这个标题而已 好吗 那希望大家 我们可以在这个频道共同成长 我也希望大家在学习生心灵的时候 能够更相信跟肯定自己一点 好吗 好,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一次 这个海底 处女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 好吗 首先呢,这一两周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当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的颜色是桃红色 OK 这种桃红色是蛮扎实的那种桃红色 就是真正的那种桃红色 我看一下我这附近有没有桃红色颜色 我好像没有桃红色的东西在我旁边 Anyway 好,反正就是桃红色的颜色 蛮鲜亮的那种鲜活的那种颜色 OK 这是你这一两个幸运色 服装啊 配件啊 或者是小小的点缀 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那你也会特别觉得这个颜色呢 会给你有一种充电的感觉 好吗 OK 好,那第二个呢 要给海底捞的朋友试试 我感觉你们最近有一些人 改变你这个饮食上面的习惯 特别是对于这种新鲜的蔬菜水果 特别有感觉 那我会建议你 没有错 我们饮食的确是要均衡 所以呢,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摄取多种的这种蔬菜啊 水果之类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你在咀嚼 或者在吸收这些营养的过程当中 你会真的有一种 哇,我的身体好像吸收到这个 蔬菜水果的新鲜的养分 因为我觉得你这一两周呢 好像特别需要这种 像你刚刚那个幸运颜色 我看到也是桃红色 我觉得你好像很需要这种 很来自于大自然的这种新鲜的能量 好吗 OK 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 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 或者是你想摄取这个有机蔬菜水果 也是可以的 好吗 没有任何的局限 OK 好,那最后一个要给这个 海底捞出你做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 我看一下知道你是什么画面 我感觉呢 这两周你特别会想要爬山或爬楼梯 或者是向上 就是你的这个活动或运动可能是向上的 所以它会有一点阻力的 OK 比如说爬山就是有向上坡的阻力嘛 那比如说 因为我还有看到有人在健身房是踩那个 就是你们知道有一种机器是可以一直踩阶梯上去的 所以我感觉你最近呢 去做这一类型的这种运动呢 对你来讲会蛮有帮助的 因为我感觉你好像在利用这个阻力 利用这一种 我觉得 我要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呢 有点像说利用这个阻力去增强你自己的这个力量 OK 所以这个动作这个行为跟这个运动 会帮助你去达到 哇 你会感觉你自己是很强壮很有力的 好吗 如果你最近刚好这两周有接触这样的活动或运动 我觉得非常推荐你去体验一下 好吗 好嘞 我们就准备进入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OK 如果你是新爱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请注意 本频道是非常讲究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呢 等一下呢 我在讲解这个排卡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世界的人事物或者是形容词或者是感受 请你要能够灵活运用的去做一个调整或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去形容到每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做一个表达或举例说明 好吗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有点过快 那也请你到影片右下角有一个齿轮的地方 可以自行做一个语速的调整 好吗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两周有什么样的讯息 天使跟宇宙希望透过我来给处女座的朋友们一点小小的协助跟建议 好吗 首先呢 这两周你的挑战是这个圣杯舞 OK 那这三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这个事件是我手中这张挺牌 也就是这个皇后牌 OK 我们一起来瞧瞧 一起来看看 我先检查一下看这样子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OK 好 我们来瞧瞧 我个人觉得在这两周 你要能够有一种近视前嫌的感受 OK 这个近视前嫌的感受是有点像是说 你不能紧抓着一件事情不好的地方 而不愿意给好的地方再次机会 这就是这个近视前嫌的一个感受 OK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如何能够对你自己有个交代 或者是如何你能够达到心理上面的平衡 然后你也能够很客观的去做出一个决定 我觉得这是你看到这个影片这两周的能量场 OK 那当然我一样会讲解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可是呢 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这个圣杯舞会是你这一两周的挑战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圣杯舞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呢 一直在为某个相关状况人数 不管是过去现在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势状况 你一直在看这个比较不OK的那一面 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对你不公平都可以 你们可以自行去套用你们自己的状况 所以你一直有点像是说你要如何能够去克服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可能就是比较往那种比较不好的方向去想 或比较悲观的想法去想 而把自己深陷在其中而没有去看到 比如说假设的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灾难 但其实它也有为你带来好的帮助 所以你有点太focus在这个灾难当中了 但你没有去想还好在这个灾难的过程当中 你活了下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圣杯舞为什么之所以会成为你的挑战的原因 所以你要如何能够转化你的这个 比如说内在的心态也好 或你对事情的看法也好 或者是你愿不愿意进事前嫌 再给这件事情有一个机会 好吧 因为在过去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分别是这个前臂试者跟前臂国王 还有这个女祭司 这上班牌卡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在重新布局跟重新布阵的一个感觉 因为你以前呢 比较有点像是一个前臂试者跟一个女祭司的这个状态 有点像是说 在过去的状况 你都是在思考 你在布局 但是你撒下的种子都是一小一小一小 小小的一点一点一点这样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去经历这些东西 去思考这些所有相关状况人数 为你带来的这些 我觉得冲击也好 想法也好 或者是观念也好 你突然觉得说 也是因为有了这些事情 让你能够为你自己的人生掌舵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前臂试者给我一个感觉 我觉得我应该要为我的人生 比如说付出什么 改变什么 或者是能够掌握什么 所以经由这一个过去 或这些相关状况人数 现在在你生活过程当中 他们帮助你培养了一个前臂国王的一个心态 或者是一个状态 或者是一个条件 都行 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level up 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提升 所以我觉得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好像从一个 我要怎么说呢 我不会说什么 你从一滩烂泥里面好不容易爬出来 或者是从一场灾难里面 好像好不容易逃出来 但是 有一点像这样的感受 有一点像这样的感受 而且这个中间过程要爬出来 从这个很深很深的井里面爬出来这个过程当中 我感觉 我的感觉是没有人给你一条绳索 你好像是自己想尽办法要从这一口井逃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觉得你有一点点孤立无缘好了 或者是你有时候会觉得使不上力好了 我们这样子讲 所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会觉得说好像我要靠我自己的方法 或者是靠我自己的条件也好 去解开这个状况 进而去提升到这个浅壁国王 但是旁边这些来冲击你打击你 或者是让你觉得并不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其实他们相对的是有一点像加速了你 让你能够想说 哎呦这不赶快逃出这个井的话 我可能就会 比如说就会死在这里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他们看似好像不太OK 但好像也push你往上提升的一个阶层 这样OK 所以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当中呢 你抽到的是月亮牌卡 跟这个圣杯七 还有这个justice这张牌卡 我觉得是因为经历过过去这一段之后 你开始觉得说 如果有一些相关状况人数或事件感受 或者是一些状况 他如果没有办法能够去达到一个平衡 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 你宁可打开这一把键 呃好 我不能讲毫不留情 但是你会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对待也好 交易也好 或者是条件也好 这样 因为你已经知道说 在过去这些状况 这个圣杯七 跟这个月亮牌卡 让你的情绪呢 呃 怎么说 让你的情绪很 呃 呃 不好意思 我在感受这个能量 有时候就是我无法行 就是这个东西让你的情绪呢 有一种不知所措也好 或者是石沉大海也好 或者是比如说找不到答案或原因也好 你不想要有这样的感受在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你在现阶段的能量场你会变得非常的 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理智 但是可以偏向于理智的一个状态 去对你眼前看到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去做出一个评判 所以你觉得我好不容易从井逃出来这样子 从这个深井爬出来跟针子一样 那我可不想再掉回去这个这个井里面了 对吧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权杖这个骑士 还有这个宝剑女王 还有这个钱壁石 就代表说你现在开始很清楚知道 如果这个相关状况人数他没有带给你热情 他没有给你带走这种很正向澎湃积极的感受 甚至是他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条件或者是你未来的蓝图好了 你会像这个宝剑女王一样 很清楚的坐在这边看这些人在台上演这些东西 但是你会看你不一定会出手 就譬如说假设我形容一个状况 以前呢你的同事小陈好了 他常常呢都不帮你啊 就是在这个案子上面帮助你 然后呢也是因为他不帮助你 你也只好想当设法在过去的能量 常常都把自己的能量累积起来了 OK那现阶段来到这个状况 这个专案或这个状况呢 稍微已经趋劲平缓也进行了很顺利之后 那你就不想要再回到以前过去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这个老陈小王他们都不帮你 然后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你没有人可以理解你付出的辛苦 或者是你又要听老板的这个交代 然后这个你的同事又乱七八糟给你捅了个娄子 类似像这样 你不想再回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现阶段好不容易你已经从这个警 这个专案终于开始顺利去执行了 所以如果他们会引发你这样的状况 你不愿意再回去 你会直接说清楚讲明白 就算你没有办法讲得很直白 就说不好意思麻烦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因为你造成我的负担 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直接 但你也会很明了的去跟对方说 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你要用这种做法 因为这样子其实会对我们这个案子并没有效率 你可能会很委婉的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讲说 你没有到百分之百 但是你还是会偏向理性那一个部分 去跟这些相关状况人数去做一个说明 那到未来的这个状况是 你这把刀刚开始只是拔出来 要准备要亮相 但是现在是呢 你知道说你既然有这一把刀 你既然有这一把剑 你既然有这个能力 我何必杀鸡要用牛刀呢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突然就会坐在那边看 比如说这个老王小城 还是在那边捅那个窟窿 类似像这样 然后呢你会觉得说 我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有空跟你们演这一出 或者是呢 在跟你们争你争我夺这个功劳 或者在老板面前 比如说装作很狗腿 类似像这样 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如果在未来这个现阶段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他没有办法给你这种热情澎湃 比如说老板 他没有认为这些都是你的功劳 或者是他给你一些奖赏 或欣赏你的才能 或者是比如说 这个公司或这个合作伙伴 或这个同事好了 他们呢没有办法给你有这种钱必实 让你觉得说很稳定 实实在在的一个感觉的话 那你就会在这边坐着考虑 看着这些人 就像这个宝剑女王一样 你会变看戏的那个人 你在这边看戏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什么时候 要把你的宝剑出窍 而不是说你不在乎 或者是你不想管 或者是你真的没感觉 或者是你真的不计较 不是的 是因为你知道你的大刀 如果要一出手 那我就会很明显的 就像我们讲的嘛 人家以前古代生活打仗 就是我出剑 宝剑出窍就是要剑血 对不对 所以你变成是很沉稳的 坐在这边 像这个前必国王一样 我很清楚 你们知道在做什么 你们在演吧 我就在旁边看戏 我在笑 对吧 那你要注意的是 很重要是你旁边这边 有一个很看起来很 我不能讲很凶 但是是很有魄力的 这个很像是狼犬 或者是这个 反正就是这类型的动物 这个象征是指 你对你自己很忠心 就是你无法违背你自己的意愿 你无法去违背你自己的感受 你无法去 比如说在像之前一样 比如说假设你会替别人着想 或者是你会为别人 背个黑锅 类似像这样你不会了 因为你开始会对你自己 很忠心耿耿 所以也是因为 你对你自己的想法心态 还有对外在的这些事件的 这些态度改变之后呢 接下来目前你看不到 你可能会迎来的 也就是这个女王牌 这个女王牌呢 是在这边孕育一个新生 还有一个新的开始 还有一件事情是 你会用一个比较包容 或比较理解的心态 去看待牵涉在这其中的 相关状况人数跟事件 因为呢 这个女王牌给我一个感觉是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已经进阶了 就像是 为什么他有一个新生的状态 就代表说 我重生了 我变成另外一个更新的 这个自己版 我变成另外一个更新的 自己的一个版本 比如说2.0 类似像这样 OK 所以你在孕育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希望备受打扰 或者是如果这些东西 没办法滋养你肚子里面的 这个宝宝 那你的宝剑 就会叙事待发 OK 原因是因为在你的底牌 你还有一张牌卡 叫做钱币女王 你看喔 钱币女王跟钱币国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power couple 这个是指呢 假设你现在呢 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合作对象 他得跟你平起平坐 所以如果 你要跟他平起平坐 或他要跟你平起平坐 那你们条件就要相当 对不对 那你们才可以共同去孕育这个新生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这边你可以套用在你的合伙人 或者是你的对象 或者是你目前的一些状况 或你的上司 因为这边有一股能量 让我感觉某部分的人 你在交手的人 有可能你们以前是一墙一落 那其中有一个人 他可能已经开始追上来了 那也是因为追上来之后呢 你们互相平等 或者是心态上面的调整之后 你突然开始觉得说 我好像有话语权 或者是我去跟他说 或者是去跟他谈条件 我比较没有那么害怕 这是这三张牌卡 给我一个感觉 还有一件事是 这个状况呢 会让你能够 怎么讲 为什么我们会说近视前嫌 在前面有一个 我有一个近视前嫌的感受 就是因为 你开始能够理解 为什么假设好了 以前对方可能是前臂国王 你是这个前臂女王 还没到达前臂女王这个状态 所以你大概能够理解 为什么对方不跟你合作 为什么对方不跟你谈条件 因为你就还没有这个条件嘛 那现在你已经变成这个前臂女王了 那你就有条件跟这个前臂国王谈 那相对的 你们平起平坐 就可以共同去孕育这个新的生命 对吧 比如说就变成前臂王子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会变成是说 你们能不能够去近视前嫌 处理好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或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是让你有这种情绪起伏 高低起伏动荡的过程 你有没有办法近视前嫌 告诉对方 OK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来谈合作 我的条件是什么 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在累积这种 王者风范的一个感觉 还有一种很稳定的一个态度 还有你会越来越清楚 你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你这边有一个忠权 意思就是说 你不会再违背你自己的内心 或者是去接受 不符合你的这些公平的待遇也好 这个你们自行去套用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来抽出这个 宇宙的验证牌卡 我们来看看宇宙有什么样 验证牌卡 可以给你更多的细节 或者是去验证 我刚刚所读到的这个能量 好吗 OK 这张牌卡呢 是在验证你这一两钟的挑战 也就是这个圣杯舞 这张牌卡就是说 你已经来到了一个角落了 OK 那你去想嘛 当你来到一个角落的时候 你就是被逼到墙角了 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 这些人啊 push了你 让你呢 升等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说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我在前面解释 这个过去你的那样的牌卡 就是我觉得你被逼迫 所以你只好向上提升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看似好像是一个灾难 可是它也协助了你 那来到这个角落之后呢 我们刚刚是有讲 你的挑战是这个圣杯舞 就是你不能一直去看 他们以前欺负我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但你也要去看 你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变成这个钱币国王 所以他们希望你能够focus在 你去想 这件事情到底为你带来 什么样的益处 你跟你以前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或者是改变 而不是一直专注在 这个 这些人对你不好啊 或这件事情不公平啊 或你付出很多没有回报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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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停下来一下 我们当然也要去看这些东西 但是你的挑战就是近视前嫌 你有没有办法消化 你有没有办法调整你自己的心态 就是因为你已经来到这个边界了 是时候该把这些东西放下了 OK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抽一张 看一下那个宇宙验证牌 这个呢 是一个重新的一个世代 也就是代表说 你看哦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树 它竟然长在火山上面 可是你看它旁边呢 却有这种很像是 呃 这叫什么光芒吗 还是什么 就是洒下来的这种 呃 就是微光好了 你看这棵树竟然可以生长在这个 呃 很像是火山起见要爆发的上面 但是它很冷静 它的颜色是蓝色的 所以他们就是要我告诉你 这为什么要去验证说 在这么 你看哦 这是这样子 他们叫我这样解释给你看 这个哦 让你过去可能觉得很不OK的状况 就是这个火山 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 可是你也藉由这个火山给你的滋养 所以你长出了一个新的大树 所以你来到了这个 钱币国王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说 这个有点像是重获行生 藉由这一次或过去的状况 呃 你让自己有所提升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阶段的状况呢 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宇宙验证牌卡 OK 来 所以呢 刚刚你看哦 这边呢 就是一个月亮牌卡 全部都是在这个大海当中 对吧 这张牌卡呢 叫做呢 呃 在这个大海当中 你可以看有一个女生坐在船上 跟这个女生沉到大海一样 这张牌卡哦 其实就是要我重复去告诉你一件事情 过去这些让你 比如说很犹豫不决 或者是你时辰大海 或者是无法消化这些情绪 或来来回回的这种起伏啊 就像这个女生坐在大海当中 OK 你去看哦 这我刚刚有跟妳讲嘛 你是不是掉到一个井里面 然后没有人去救你起来 因为这边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对吧 所以呢 你在想我漂浮在大海当中 那谁会来救我 是不是这样说 但是呢 也经历过这一次的漂流 好吧 经历过这一次的漂流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呢 你开始能够理解 有些时候 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 有外界的帮助 但是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能够去 看见我们自己的潜能 还有去发现我们自己的界限 还有能够去理解自己 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这个justice这张牌卡会出来 这张牌卡其实给我有一种 重生的感觉 跟一种重新去衡量的一个能量场 就是我要如何去重新定定我的标准 我要如何能够重新去改变我的生活 或者是我要如何去重新定义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也是这张justice给我的一个感受 OK 好 那接下来 这么快啊 我都还没洗 好 那接下来最后一张牌卡呢 你看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近视前嫌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做一个清理 对吧 你有没有办法近视前嫌 拿着这个操板 把它全部都清理干净 然后依然站在这个 我们刚刚有讲的 在这里 站在这个 怎么讲 这个边边角角 也就是来到了一个边境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清理清除掉 然后能够让自己借由这其中的这些相关状况人数 去有所提升近视前嫌 这就是这张牌卡 在未来 你势必得要在现阶段的这个挑战 去学习到什么叫近视前嫌 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近视前嫌 你没有办法以一个 我这样子讲好了 你没有办法以一个更宽阔 更宽广的眼光 去看待过去或现在的这些相关状况人数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女生啊 也就是这个女皇牌卡 它呢 象征的就是一个接纳 因为妈妈 你去想 妈妈会给予孩子是无条件的爱 那这个呢 你也可以去想象 一个女生 她是一个有一种宽容 或者是去包容的这种能量场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近视前嫌 的同时 能够把你自己upgrade 到这个钱币女王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考验 你的这个 我觉得心理素质 OK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抽一张牌卡 也就是看你的指导灵 有什么样的讯息 告诉你好吗 那这个指导灵呢 你可以自己随便设定 比如说你家祖先啊 或你相信宇宙啊 相信神啊 或相信观世音菩萨 都没有关系 来 这张牌卡呢 也就是埃及 OK 他们说呢 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张埃及呢 不是告诉你说 你要搬去埃及 不是的 他们说你去想象 埃及象征的就是一个 神秘的一个国家嘛 那很多人在这边 就会有一些很神秘的传说 或神秘的力量 所以他们说 这个埃及 有一点像是说 你要如何能够去运用 你内在这种很深层的感受 去推翻你对于现实层面的这种 我觉得经历吧 这样子 他们叫我举一个例来说明 不然这太虚幻了 OK 你去想 金字塔 它是一个能量很高的一个象征 所以呢 你要如何运用你自己内在的力量 还有经历过这些波测 这些情绪啊 看似可能 maybe是并不是很OK 在你当下来看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 把它转化成一个非常具有 正向的power 有种很有正向power的这种感觉 或态度 或者是角度 或者是感受 去看待这件事情 包容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很神奇的能量场上面转化 可是这需要的一个 怎么讲 配备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心态 还有你的心理素质 我知道我这样讲 你会有点觉得好像有点虚幻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经历过 这一招的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 或者是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可以理解 我讲的东西是什么 就像 很多时候我们在被别人打压的时候 反而激发了我们的潜能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逆境 把它运用得宜 我们把它转化成 驱动成我们的动力 这就是这张牌卡 要给你的含义 OK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 将劣势转化成 变成对你有用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就得要靠你自己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抽一张牌卡 来看一下你的这个灵魂 在学习什么样的课题 好不好 来 你看这张牌卡 就是你可以把它自己翻译 OK 但是心爱的朋友 我会告诉你 我不会读他的牌译 我会告诉你这张牌卡 给我的能量 这张牌卡就是要 我告诉 告诉处女座的朋友们 海底刀的朋友们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会因为自己走过这一招 你会感觉到 你对你自己感觉到很骄傲的 这个骄傲 不是来自于说 别人给你的夸奖 或者是比如说你真的升迁了 或这个案子真的推动很顺利的 你不在乎这个东西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已经不在乎了 你在乎 因为你的态度就像这个保健女王一样 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怎么发展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我给我自己的肯定 不是来自于你们这些人 或者是不是来自于 我真正这件事情 有什么实质上的推动跟改变 而是我很肯定我自己 我了解我自己 我做了什么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样的成就 今天我蜕变成一个保健女王 我也成功的登上了一个 这个前臂女王的这个宝座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女王 她们的态度都是那种非常淡然的 也非常稳定的 非常有气势的 但是她们没有到这种气势凌人的这个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她是那种 你走过去靠近她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的能量场跟气势不一样 你会蜕变成这样子的状态 而且你可以让别人去感受到说 这个人看似温温的但其实不好惹 所以我觉得你最后会蜕变成这个状态 你也会因此感到你自己骄傲 你就以后 你跟别人吵架 你就不是在比大声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是在比谁说的有理 或者是谁能够一句话出去之后 就吓到大家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不出手 一出手变之有没有的这种能量场的状态 这就是这张牌卡给我的一个感受 好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 初女座有朋友们 海底拉 我觉得你们在这两周 是一种非常潜移默化的一种 我觉得内在的这种精神层面的提升 特别是我在其他星座有讲 3月15号过后 会有来到另外一个能量场上面的转变 特别是大家要把握在三月底之前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心态上面的素质准备 或者是比如说你生活上面的调整 我觉得对你来讲都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好好把握这两周的能量 然后去好好运用你这些已经得来的智慧 我相信你在这两周之后 你应该就会看到一个蛮不错的蜕变跟改变 好吗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给处女座海底拉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希望能够为你带来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也非常感谢你收看我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